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我們實講堂非常開心非常榮幸的 今天在縣老滿這一間非常有趣 而且實際上在之前 在幾次我到縣老滿的分店在吃的時候 我都覺得竟然在台北可以找得到如此有趣 而且非常非常接近我在北京吃的口味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今天縣老滿的主廚 阿滿詩 阿滿詩他本身在北京花了一些時間 所以待會大家對於他在北京求學學菜的過程 如果有興趣的話歡迎提出來 然後不要客氣我們來了解一下 台灣人在北京學做菜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新甜心甘苦辣 那接著呢我們就先介紹一下阿滿詩 阿滿詩先幫我們簡單跟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介紹一下縣老滿這間店的起源 跟您的一些經歷 想法或經歷好嗎 歡迎各位 各位進來美女能夠歷臨縣老滿台北旗艦店 那我首先自我介紹 畢姓王叫天滿 有人叫我成為阿滿詩 那可能裡面大家會認為說我很年輕 但是說實在我也有一點年紀 因為我從事餐飲業已經21年 我從17歲進入這個餐飲行業 講到就是說縣老滿的由來 他是100我們是101年的事業份過去北京的 那一到北京的時候說實在大陸人 大陸人要來教我們說實在的 真的是有我們講了看婆 真的是會看婆 那道高一子摩高一丈對不對 看婆你不教我我只要看過 好沒關係你跟我講 好我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師傅 麻煩師傅幫我做一下是不是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吃了就知道整個 知道是怎麼樣的口味 就麻煩我師傅 趕快幫我做一份 然後馬上又打電話給他這樣子 那在北京人有一些口味上 基本上真的是比較偏重 重賢 然後到上海就偏甜 那重賢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做了一番有一些改良 就是也不能失去北京的一個風味 就是它的鹹度把它降低 然後繼續有保存了北京的口味這樣子 那有一些當然正統的北京有沒有料理有一些 比如說炸歌雜啦 麻豆腐啦 焦圈豆滋啊 好這些這些為什麼當初沒有引進進來台灣 是因為經過我們整個整個管隊評估時候 非常的就是說台灣人真的 會不適合吃那一種口味 所以說才沒有把它引進進來 好今天呢講了這麼多 我們剛剛吃到的實際上非常多的主經菜 都是官家菜 官家菜是早期的公平菜流到民間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好 既然吃了那麼多 讓我們腦袋整理一下喔 我把官家菜呢稱為三個字 這什麼字 南為菜 好 待會大家看看官家菜是不是南為菜 好不好 來 我們先從很有趣的 喜歡吃飽了嗎 對不對 現在大概四分之三三分之二保 讓我們先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看 我對於菜的剖析喔 從社會學的結構來講呢 印度的菜叫做天神菜 我把印度菜叫天神菜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大姐看到這張圖啊 下面有很多的人口對不對 這就是社會的底層喔 應該講是社會大部分的群眾 然後這一群呢 在印度菜裡面 這一群呢就是所謂的貴族 然後最上面這個人呢 就是貴族的領袖 好 那這一隻手呢 就是天神的手 好 嘗過印度菜的人 分享一下舉個手吧 好 有一些 就少數的人嘗過不行 這麼多的新同學 可以看到今天有將近一半以上是新同學喔 十獎堂的精神呢就是要大家高度互動 好 請問一下 吃過印度菜的請舉手 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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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喔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印度菜很大一部分 你在看它做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它做的 它就端上來 最多讓你看到的就是做那個 麵餅 做那個 球狀一樣的炸餅 或者是囊 類似一樣的 麵的 拉餅 或者是他們甩出來的甩餅 對不對 你仔細想 印度菜 你大概就只看到他們做餅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在做菜 好 第二個經常看到印度菜的做法呢 只是你看到他們用一個很大的握在烤雞 就是像一個我們這樣烤那個燒餅一樣的東西 它用一串一串的鐵棒去把那個雞肉啊 去把各種不同的肉串進去 實際上印度菜為什麼叫天神菜呢 印度菜有非常非常極致的精彩的菜 但是那個只有印度的種姓制度的貴族裡面的王 可以吃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印度其他我們通常吃到的菜 都是給大量的中低階層吃的菜 所以它必須要瞬間能夠製造非常大的數量 所以剛剛講的烤餅啊 囊啊 這些東西 大概在一個小時可以養活五百個人 因為一鍋雞 一根鐵棒就可以串到十五塊肉 然後裡面呢 可以排六排到八排 所以換句話說 一個我們做那個 胡椒餅的那個盤子啊 一個就可以瞬間供一百個人吃的烤雞 好 這個是印度人口這麼大 他們解決飲食方式的 但是印度有一些非常非常特殊的菜呢 卻是只有他們的貴族跟皇室可以嘗到的 那些菜就非常的精緻了 好 那我們今天講社會結構 我們就不走到印度菜裡面了 所以我把印度菜稱為天神菜 下一個菜 這是法國菜 法國菜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是影響西方餐飲 非常非常極致的 又叫做貴族菜 我把它叫貴族菜 為什麼呢 請看到 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這一段時間呢 實際上是法國 負數 但是同時呢 經濟也即將走向滅敗的一個過程 所以有非常大量的基本的勞工 非常大量的農民 非常大量的各種不同的階層 但是呢 他們所有納進去的穗金 跟所有最好的食物 給誰 就給上面的這一撮的貴族食用 但是法國的國王呢 不像是東方的國王 像是印度的國王 這麼樣子的極致喔 他雖然很極權 但是他呢 很清楚的 他必須要透過他的團伙 就是透過貴族 各個不同城邦的領地的領主 進行有效的收集 所以呢 當時路易十四跟整個法國的皇室 會被砍頭的砍頭 然後會被顛覆的顛覆 原因就是因為 過度的濫權 把他們的稅賦 拿來過度的享樂 所以你在法國跟 印度吃到的菜呢 真正他們最極致的菜 都是全國舉行國之力 為了一個人 或者是為了一個家族而做的菜 那這個是法國跟印度的 所謂的宮廷菜 好啦 看到這邊 這個呢 則是我們中國人的邏輯了 社會結構 宮廷菜實際上呢 這又叫做東方天子菜 為什麼叫東方天子菜 剛剛講到了韓國菜 剛剛講到了 其他中國周邊的國家的菜 東方天子菜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的管理階層 非常聰明 他明白說 讓我用天子的角色 所有人進貢給我 在這麼大的浮地 這麼大的復原裡面呢 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很容易被推翻的 所以呢 中國呢 就把領地的這個概念呢 把它更進一步的深入 讓它變成是士代夫 加上每一個省的邏輯 進行有效的管理 所以換句話說 看到前面這邊 這邊是三角形金字塔 對不對 發現上面這一撮人 非常的少 但是運用非常大量下面的資源 這一撮人呢 他的金字塔開始扁平化了 但是他還是金字塔 然後這一群人呢 他會利用他們貴族的地位 去剝削下面 所以他不是一個平衡的 但是你看看這邊 這就是中國人的菜了 中國呢 投資了大量的資本 以及大量的權利 在中間的結構裡面 所以讓大家在中產階級 不管是商人也好 跟官有關的人也好 或者是複數的文人也好 它就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的中產階級 所以我們今天吃到的中國菜 真正它的原由都是因為 所謂中產階級的被複權 以及士大夫他們本身 具有當地資源的掌控能力 而他頭上還有所謂的朝廷 所謂的皇宮 他必須要把更好的東西 再往上供 所以透過這樣層層的一個管理 這就導出了所謂的中國的菜色 以及中國菜養的廣度跟深度 那往上呢是東方天子菜 那我們現在呢剛好往下 因為上面開始不見了 好我們就看這邊吧 官府菜又曾經稱為官僚士大夫的菜 所以從西漢開始呢 西漢也就是所謂的士大夫階級 真正開始有效的從上滲透到民間的關鍵 所以中國人跑出來的 西漢出來的所謂的官府菜呢 一直到了明朝跟清朝的時候 就變成了極致 那這個極致的衍生呢 就讓我們突然明白說 哦原來官府菜吃得這麼好 再往上就是皇帝吃 我看到滿師傅在外面 然後我也看到我很喜歡的 以及為什麼會當時呢 講到北京就挑夏爾劳滿的原因 我看到了這個白菜堆 好那這個滿師傅 這個跟我們分享一下桌上的這些菜 以及大概怎麼做的 以及好吃怎麼吃好嗎 這個芥末白菜堆 我們一樣就是選用三東大白菜 選用三東大白菜 那它的葉子有沒有 就是一樣要把它剝 就是外層一定要剝開 是 那曲裡面比較就是最嫩的那個 那一些白菜葉 然後白菜葉在燙的時候 在100度熱水沸騰在100度的時候 下去再煮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三秒鐘就要切 然後極速冷的時候 就是用燉塊把它冰正 再來把它相疊 疊成差不多 12 12之後再來把它捲成圓的 是 圓了之後 再來把它分割 就是說切一段一段一段 那一段一段的時候 你再 你再 為它 讓它 骨髓更加的 就是說 因為青菜有一些骨髓 對 撒一點 再 出來 白菜上面 白菜上面 鹽巴出來的時候 你快把它擠掉 是 再把它擠掉 擠掉的時候 你再用芥末紙 就是芥末紙粉 這一種 但是芥末紙粉很奇怪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你必須要放在電鍋裡面 稍微給它蒸一下 它的香氣才會出來 對 然後 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再把它抹在白菜上面 然後 加一點醋 一點糖 這樣子 這個就像是我們 沖菜的那個 做法 那個 微微升溫的邏輯 對 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說這個 白菜燉 或是芥末燉 這個東西很有趣 是因為 聽起來實際上 這個做法已經現代化了 是 對不對 這個跟北京天然發酵 比較不一樣 已經有一點不同了 對 這個是為了配合台灣的做法而 而改的嗎 還是說 他們現在已經都在北京都這樣做 在北京現在已經都是這樣 OK OK 說實在 有一點經濟效應的已經好 理解 理解 因為我記得很早以前 我第一次接觸到芥末燉 已經 八年九年前了 然後 就是在 冬天的時候 是 那通常吃芥末燉這個東西 都是在出春或者是入冬已經出白菜 然後他們白菜還是比較特殊的白菜 就是那個 你講山東大白菜 個頭比較大 就長長的那個嘛 對不對 不像是我們那種 故宮博物院的那個白菜 我這樣講應該沒錯吧 對 山東白菜就有人叫金白 天金白菜 就像一個棒子一樣的那個 可以打人的 所以 金白拿來做這個東西 通常 就我聽我朋友他們 他們長輩在講 就是說做這個菜 實際上都是 等於是 發完了 酸菜 剛做完了之後 有時候就多的菜 或是過年前 就可以背這個 因為這個發酵時間短 傳統那個 發大白菜的時候 蠟月的時候 就開始要入壇 然後要壓石頭了 那這個呢 他們就是用那個長的來做之外 呃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本身做的時候 他有時候還要幫他蓋棉被 對 就是我會記得這道菜 就是因為他幫他蓋棉被 所以我現在 我剛剛在找那個棉被的蹤跡 到底這個下樓滿有棉被 在哪個廚房裡面 哈哈哈哈 那所以我就有好奇說 這個是怎麼做的 你蓋棉被的意思就是說 增加它的發酵時間 會比較快速 哦 就像我們在醃漬那個 酸白菜一樣 是是是 你的溫度 越高 越熱 它的發酵時間 那冬天在製作山本 山東大廚 冬天在製作酸白菜的時候 嗯 它的速度會比較慢 比如說我們夏天 可能 我們一般我在製作酸白菜的時候 一般冬天的話差不多在14天 嗯 那在夏天只需要10天就能 是完全天然發酵 是是 所以我們剛剛明白了那個芥末燉啊 白菜燉啊 實際上它的邏輯啊 跟我吃到很傳統的 是有些許的不同 但是呢 它最重要的重點呢 就是做這個白菜發酵的時候啊 要有芥末 要有鹽 但是呢 鹽又不能多 鹽在裡面只是控制它發酵 不要臭掉而已 所以做這個還不是很容易啊 就我朋友講 這一根這個長白菜啊 大概呢就只能做 三噸到四噸 就是三 就剛吃到三個柱子到四個柱子 那個墩的意思啊 就是那個十墩強墩 那個大樹的底下的那個秤 所以它就是感覺啊 在過年的時候啊 吃這個東西呢 它也代表了打地雞 也代表了一個更新的一個意義啊 所以最重要我記得 那個好吃的白菜燈關鍵的味道 一定要吃到白菜的甜水味 白菜的甜水味 甜水的味道呢 加上適當的芥末 它揮發的時候 那個芥喔 最需要的就是 甘甜的味道去襯托它 所以你糖放太多的話呢 反而會凸顯出芥子粉的苦 那剛剛我在旁邊的時候 也問了一下滿師傅 它那個芥子粉呢 的來源是哪裡來的 他說他們芥子粉還是一樣是 北京運過來的 而且不像是我們在迪化街買到 那一罐黃色的那個 英國芥子粉有沒有 他們用的還是正統的芥子菜 的字 下去 黏成粉的 那剛剛講加熱呢 實際上兩個目的 一個是會讓它裡面的醇 就是芥子裡面的醇 跟芥子裡面一些蠟質啊 一些鹼 會活躍 所以吃起來會嗆 第二個關鍵呢 是芥子粉 你稍稍加熱的時候啊 它本身啊 會讓它脫濕 然後會讓芥子油啊 更完整的試出來 所以吃的時候 那個嗆香味才會明顯 就好看 其實是芥子的 有一點點 就好看 是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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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會想要四面 你還會想要四面 你還會想要五面